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一带一路 科学家说过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直观印象 第一感觉往往是最正确的 大家初次听见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词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呢 我的感觉就是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觉差不多 今天我就来详细的谈一谈 探讨一下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不靠谱 到底有多么不靠谱 然后我们还要预测一下他到底要不靠谱到什么时候 前几天英国的女首相Teresa May访问中国 习近平对她有一个最大的期待 就是想让她在支持一带一路的谅解合作备忘录上面签个字 结果这个May May首相婉转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支持 她说英国和中国在一带一路这个项目上面是天然的合作者 你看看英国和中国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两头 这一带一路正好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 咱们合作不就是把整个欧亚大陆的生意都给全包了吗 嘴上虽然说的是非常漂亮 但是呢 不签字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想正式参与 那习近平被人拒绝啊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在梅宜之前呢 这个法国那个帅哥总统马克龙也访问了中国 他也没有签字支持这个一带一路 而且呢 他这个作戏啊 比梅亚还要厉害 他虽然不签字啊 但是表现的呢 好像又是非常支持这个一带一路 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啊 第一站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 而是选择了一个在政治上不重要 经济上啊 也不发达的一个西安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西安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访问那儿 就能让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啊 纷纷报道 让他们这个 这个 联想翩翩 说法国总统对咱们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兴趣真是非常大呀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中国啊 大概有三十多个国家啊举办了一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论坛结束以后啊 官方还特别公布了一份的成果清单啊 好像是硕果累累的样子 还有二十多个国家和中国签订了这个正式支持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协议备忘录 可惜的是啊这些国家不是经济上落后就是政治上动荡 或者是啊根本就没有国家幸运 你比如说像什么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缅甸啊白俄罗斯啊都是这样的一些国家 另一方面呢那这个西方工业强国比如说像英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比利时啊 荷兰啊这些国家这些工业强国还一个都没有签字 这个打个比方呢这就好像是啊一个土豪要招商引资 要搞一个天大的投资项目啊 取名字叫宇宙 结果呢一个企业家银行家都没被他们招过来 那招过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就是一些乞丐呀骗子啊甚至是流氓 那我绝对没有啊歧视乞丐的意思啊 他们只是啊比我们更加不幸的一些人 值得同情和帮助的 但是呢你如果是要跟他们签订一个协议 说一起要搞投资赚钱那你就是个大傻叉 大家说是不是啊 那些西方强国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中国啊 一起玩这个一带一路呢 理由啊有两个啊一个是政治上信不过中共 虽然现在冷战呢已经结束了大概有20多年了啊 但是呢你中共当年呢是搞过这个输出革命的 西方人想起来啊现在想起来啊还是会后怕的 你看过去啊邓小平呢就比较聪明 他搞这个韬光养晦的 外交战略啊你让中共啊在西方一定程度的这个接纳认可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他就来了一个大转身 那一会儿在南海啊惹是生非那一会儿呀出动航母威胁台湾 而且呢这个还要在全世界到处收购别人的资产啊收购矿山啊 收购物业啊 可以说啊是这个四面出击八面树敌 你让那些老外啊怎么能够不对你啊多留几个心眼啊 而且呢他们就是怕你搞这个一带一路 借着这个机会啊掌控其他国家的那些政局 然后输出你这个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啊 甚至是支持啊那个国家恐怖主义 比如说你要是在东东那个地方搞成了啊 掌握了几个国家 你把他们变成了北韩 那这个全世界啊不就是要天下大乱了吗 另外一个理由呢是经济上的理由 西方呢他这个政府 他都是一些企业去投资 企业投资就是要想赚钱的 那那些地方呢他是赚钱的地方吗 当然不是了赚钱你要找这个市场繁荣的啊 国家稳定的地方政局稳定的地方你去赚钱 但是在一带一路上面 那些中亚啊中东啊东南亚的那些国家 多数呢都是贫困和动荡的地方 你去那搞搞援助啊搞搞慈善啊还可以 那些西方人呢他们每年都搞的 但是你要想啊在那地方投资赚钱 那就打错主意了 那你如果是像啊这个中国一样 你轻举国之力啊去那些地方想搞发展 那就是更是打错特错 那错的真是离谱无边无际 这不是我的主观判断啊 官方人士中国的官方人士啊有时候也不小心呢 说出一点真实的情况 你比如说去年啊中国的那个经济贸易会的副会长 叫姓王的啊他就说啊中国啊有两千多家企业 在海外投资啊去年啊90%以上啊是亏损的 亏损的原因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 比如说像什么劳资纠纷啊什么这个当所在国的那个国家 安全不允许啊公共关系没搞好啊当地居民反对啊 总之这个一带一路上面呢到处都是陷阱 你只要把钱投在那儿那钱呢就回不来了 那那个企业啊就陷进去了 那比如说啊中国在缅甸投资了新建的一个叫做密松水电站啊 本来已经签好合同已经开空了 但是开着开着就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那缅甸政府呢最后也趁机就把这个项目叫停了 中国在那个地方啊中国的国营企业在那个地方啊 赔了夫人又责兵 那中国和巴基斯坦呢这个也签订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合同啊 一个一个意象书说是要建立一个中巴经济走廊 涉及到很多个项目但是其中有很多呢现在就已经停工了 那他有一个叫做巴沙大坝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巴基斯坦政府啊直接说说你们中方开的这个条件啊 对我们大国不利咱们现在不干了 那在我的印象中啊巴基斯坦那是中共的老朋友 那现在连这个老朋友都这样打脸了 那你叫我们情何以堪呢 那再说了你让那些老于世故的啊 见多识广的西方列强 他怎么会跟你一起搞这样的蠢事呢 不过西方的列强啊虽然不愿意卷入这个 一带一路啊这种烂摊子啊 但是他们口头上啊对这个计划呀那是战欲有加 那他们两面三刀啊这种 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共啊在那些啊 是非之地你消耗的这个越多你在国内发展经济的或者是啊这个加强军备的资源那就越少 那西方人当然是乐见其成的啊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国际上混最讲究的是面子 有时候啊你只要让他赢个面子他就愿意把理智都输给你 你比如说毛泽东当年啊他让中国人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 不就是要挣个面子吗 那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上面呢跟毛泽东那是一脉相承 也就好这一口经常啊要花钱搞这个万邦来朝的这种假象 好面子工程那这一次这个 美首相啊虽然拒绝正式签字啊但是呢 支持一带一路这个话说的漂亮那最后啊 他拿了拿到了九十多亿英镑的这种合同 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他就更会给面子啊亲自跑到西安 去缅怀呀失仇之路的这个盛况 那把给习近平的这个面子啊是给除了 所以呢习近平就让他呀这个给这个空中客车 这个法国这个大公司啊飞机公司一下子定了 180亿欧元的这个合同 那这些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啊 他们这个政客搞外交真是有一套 一个一个都跟人精一样的 对他们来说啊这个习主席啊 他们看的就像是透明人一样啊在他们眼里 这个习大大呀就是个愣头青傻大个啊 就因为愣呢所以说大家要找一些事情 让他消耗掉他的这个精力力气免得他呀 这个惹事身为但是呢他又傻因为傻的大家都可以糊弄 他就可以从他的钱包里面拿钱 从个人这个层面来讲 我看见这些西方政客啊把这个习近平呢 在玩弄于鼓掌之上有时候啊对他真是有点同情 但是从公共事务层面来讲 因为他这个愚蠢啊他的后大喜功啊 中国老百姓几十年汗流浃背啊 积攒起来的那么一点点家底啊 本来是应当用于改善民生的 现在呢就被他浪费在国外浪费在这些外国人身上 一想起这个就恨不得把他那个肥头踏儿 摁进马桶冲一冲让他清醒清醒 那现在呢由于这个西方这发达国家 基本上都不参与 有钱人呢都不跟你一起玩 那一带一路啊很难继续下去 习近平当年提出一路的设想啊 就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外汇储备多嘛有实力啊 所以一拍脑袋就匆匆宣布了这个计划 就匆匆上马了这个计划 这两年呢中共这个外汇储备急剧减少 那外汇流出啊都受到严格限制了 你看每个公民每年只能呢用5万块钱美金 那还有一些企业呢要想出国搞生意也不容易了 现在全面的监控这个外汇啊外流 那你怎么还有可能呢维持这个计划呢 实际上前两年这个趋势啊已经开始了 比如2016年啊中国这个商务部的他们发的这个资料里面呢 他说一带一路这个像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投资啊 已经减少了比15年减少2%了 那17年呢那就更大幅度的降低了 比16年减少了20% 那剩下的也就是中共啊 现在这个政权呢没办法起虎南下 为了维护习近平的这个面子 现在打中脸也要冲胖子 现在美国已经这个大幅降低了企业税啊 美国现在美元纷纷的这个回流美国 再加上了川普他要发动贸易战 要跟中国这个要平衡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利差 那现在中共啊这个靠建卖劳动力换取外汇的这种好日子 老办法那是行不通了啊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那既不能开源呢又不能节流 那你这个外汇储备啊肯定是要大幅度降低的 所以过去几年呢这个因为后大喜功 习近平呢打用了上千亿美元的这个中国人的血汗钱 去铺这个一带一路 2018年呢我看呢他是再也没有这么多钱呢去供他挥霍了 那这个一带一路啊现在已经 今年就一定会成为一条死路 中国的这个专制王朝啊他有个现象啊 就是凡是这个皇帝啊低调务实的皇帝 他在位的时候啊政权他就会逐渐强大就会出现了这个盛世的景象 你比如说啊这个汉文帝汉景帝都是非常这个节省的这种皇帝 汉文帝啊他说要修一个宫殿人家说要一百斤 后来一问呢说一百斤是十户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财产 他说太贵了不修了 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不折腾与民修习 后来就出现了文景之志 那如果是出现一个浩大喜功的皇帝呢 政权呢就会出现危机了 你比如说这个汉武帝喜欢对外搞扩张 几十年搞下来呀 中国老百姓被他折腾死一半 国库啊都被他折腾空了 政权呢 西汉的政权呢就圣机而衰 但是如果这个政权呢 他本来就不稳定啊 皇帝如果还要折腾的话 那就像这个秦始皇啊 修长城啊 隋壤帝挖运河啊 那这个时候天下的财力就被他耗尽了 政权呢就难以为此 老百姓呢就要造反 这个政权呢他最后就要崩溃 习近平现在呀 也是算是中共王朝的这个皇帝了 他12年登基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经济已经下滑了 内部斗争呢已经白热化了啊 民间的这个民间抗争 群体性事件也是烽火四起 中共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衰败期 如果他学一学胡锦涛啊 说不定呢还能多维持几年 还能多维持几年 但是呢 他偏偏就是不安分 尤其是这个 拖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不仅把中国这个经济啊 要推向死路 最终啊 也会把这个政权推向死路 我们呢 2018年我们就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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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